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给你解个锁 然后开个后备箱 我跟你讲高庆老师 你不用担心车辆的装载能力 我跟你说 重的我来 你就最轻的 对吧 男人的展示就在这儿了 但是有个问题 车老师 它现在这个是这么装的 如果有横着竖着装的 它不够长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直接第二排放倒 第二排能全放倒是吗 对啊 那放一下试试看 好的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后备箱空间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轴距也OK 还可以装很多 你看 我跟你说 对 全都装进了 我觉得装一杯两杯东西没问题 雪板肯定没问题 高尔夫球包没问题 你这个全拿开了放平一个床 一个大床也没问题 是 那车老师咱们看看内饰到底怎么样 对 高尹老师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后排了 轴距是2712 一定程度上也保证咱们一个车内的空间 没错 坐起来感觉怎么样 很大 很大 然后这个座椅哈 它其实跟前排座椅区别不大 它不大在哪呢 第一个依旧舒服 非常厚实 你看我坐这儿我都不想起来了 太舒服了 而且它还有独立的空调 而且我还发现它有两个USB接口 这个很好 这个我随时随地可以充电 如果在长途旅行的话 是的一视同仁 我还发现它的这个地台是纯平的 就真的你说家里面一家几口 或跟朋友一块玩 谁坐在中间都不会觉得憋屈 特别好 而且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 你看它中间可以放这个水杯杯架 想的很周到 后排的这个座椅的一个靠背角度 还可以调整 还可以调整 像这样的一个角度 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承托的长度 厚实感 我就觉得可以躺着了 完美非常的好 对 考虑很周到 嗯 我们再去一下前排 好 车车老师 一进到车内 这个内饰的配色太清新了 是吧 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底色是这种成熊灰 然后呢 它很聪明的用了这种橙色的一个天色 好年轻啊 对 而且它整个一个座椅很舒服 是啊 你看我这个座椅哈 你看我一米八 虽然腿不是很长哈 但是你看我还能再往前 我还能再往前 哎现在你这后面人都可以直接躺 对现在到了 而且我还可以基本上能做活动 所以我就能猜到它后排有多大了 两尺 这个是直接可以躺下 而且电动调节 最通风 最加热 整体的一个包裹感也特别的好 哎呀真棒 那我们是不是就准备要出发了 可以啊 看着我们这个悬浮式的一个仪表 然后我们这中度大屏 哎呀这科技感满满 但是这个因为它的信息很详细哈 我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油量比较少了 你是不是需要加一点 因为今天这个路程啊比较远 万一到了 目的地油没了咋来 这个不用担心啊 因为它是根据你的一个车辆行驶状态 还有就是路况来自动的去控制它的 比如说动力的输出啊 然后呢包括它的一些其他情况 一方面啊 它是可以更大程度的 帮你去延长它的一个综合续号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它也是兼顾了燃油禁止性 它的一个综合续号的话 是可以达到1090个米 哇塞不用加油从北京干到上海吧 太棒了 对就很有意思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出发 你好小迪 哈喽 导航到泛奇路 你要选择第几个 第三个 收到 哇这快 车老师 现在我坐在副驾了哈 你来开车 我想试一下哈 它的这个语音交互系统怎么样哈 找好 你好小迪 在呢 请打开座椅通风 通过下就已二档通风 呦 感觉到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 已经开始吹了 还跟你说二档通风 真棒 我也来试一下 你好小迪 来啦 帮你一首歌 收到 我们一块听歌吧 下一首 哎这个车老师 你怎么没加你好小迪这个前缀呀 你怎么在呢 哈哈 它有两种唤醒方式 一种是这种基础的 就是你好小迪 嗯 然后来啦 然后另外一种唤醒方式啊 就是像我们在放歌的时候 嗯 你说下一首上一首 它会更人性化的去识别你的意思 嗯 而它一个音质很好 它是一个direct 一个调校 有到一个九个高保真的养声器 怪不得我听的 它这个立体声啊 围绕着我 这个确实感觉就像在 呃居院里我在听音乐一样 对啊 它的网联系统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DELINK 4.0的一个智能网联 吧 你看这个反应速度 包括它整个一个车机啊 它的一个页面啊 滑动啊 反应都很好 还可以有很多的软件 也可以安装 还有分屏 哇真棒 而且它分辨率很好 对 看着非常的清楚 像你在这边 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社交网站对吧 或者一些视频网站 哎就可以舒服 我这边的话 我就可以开开心心的看一下地图 哎呦 它这个是以人为本啊 对啊 这两边都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到位 这点特别好 是的 你看我现在给你急加速一下 让你感受一下其他的 哎呦可以 可以是吧 我算只是轻微的一个急加速一个状态 哎呦可以哈 就是你看哈 车长老师坐在这里面很舒服啊 嗯 尤其他的动态表现在城市道路上 你急加速的时候很快 但他很难得的是他很稳很丝滑 对 因为他这个的话是超级混动系统嘛 有效率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然后呢有到EHS一个电混系统 再加上他这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电池组 还有一个高效的一个电动机这样的一个组合搭配起来之后 就真的你像咱们这种城市路段 我这种高开车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就是属于说电机驱动很安静 而且提速很快 但是你比如说像这种拥堵路段的时候 很多人担心说纯燃油车油耗高 不会啊 他是属于说毕竟是插混吧 他就会属于越堵车越省油 而且还安静用电在走 对还用电 环保没有汽油味 对只用电机驱动 是的真好 然后你看我现在给你急加速一下 然后很快 他这个1.5升自息再加上电动机往上推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俩一起使劲 其实他这个刚才你的这个推背感给我的推背感 他感觉要汽油机我觉得抵六缸的感觉 所以他真的是属于生态安静 然后提速快 然后你说想要在这种城市路段超过车没问题 然后过一会儿的话 咱肯定得去到这个高速路段 得去山路 然后等到高速路段的时候 他是直接是发动机直驱 然后电机做一个辅助工作 哎呀这个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高速的时候就是比较费电的 这个时候用发动机来做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对 好车车老师啊 你别看送prodmi这个块都挺大的 在高速公路上我加速 他真不寒 我跟开了急跑的陈养金似的 而且我们现在后头基本上是满园 他所有东西都在后面 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得益于他自己 你看有他插混系统一个专用的功率型的倒配电池 再加上ECVT的一个变速器 你想他的这个在数据上的一个参数来说 你看最大功率145千瓦 多数有去385公元 数据不错 而且据我所知 零百加速是7.0 这个也不错 对 时速100公里的情况下 他再加速能力也很强 其实我现在就给你感受一下 现在已经有呼就上去了 呼了一下就上去了 而且他不是很吵 你就能感觉到他电机在跟发动机一起在工作 对对对我真的太喜欢这个也很安静 对啊这个感觉很好 所以车车老师你是带我来踏青的 你还是来给我种草的 是带的吧对不对 当然不管怎么说 他的NVA静音性还是真的很好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不需要提高大嗓门 我就是像平常一样跟你说话 所以他的静音很好 提速化 然后很顺 是 对吧 而且他的一个DEPART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 也是达到一个L2级全速自适应的巡航 跟前车之间 比如说距离车速这些 他都可以自动的区域识别 包括像车道偏离车道保持 然后这些非常实用性的功能他也都有 哎呦他这等于是L2级别他拉满了 所以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对于驾驶员来讲 可以大幅的减少疲劳感和这个驾驶的强度 对 嗯我知道啊 车老师这台车是插混 对 所以他一可油也可电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他真正的油耗是多少 就好多人也特别好奇对不对 NEDC对吧 在这种综合工况这个亏电油耗是4.5升 那很少 对很少咱们这不还有100多公里吗 没错对所以咱们到了目的地之后呢 详细再看一下这个代表 不用再说 我觉得一点问题 对 现在我驾驶着咱们的SON PRO DMI在山路上行驶 嗯 它的整个的这个动态啊超出了我的预期的好 怎么说呢 首先哈它的前迈不逊后多连杆的这个悬挂 它其实是以舒适为主的 但是它的运动一点都不差 你像在山路这种多弯哈 我稍微快点没有问题 转弯的时候指向精准 而且它的悬挂支撑整个车啊都没问题 侧倾很响 而且循迹轨迹也特别好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是哪个吗 就是它装配了全息的透明影像系统 真的是我跟你说特别温馨 特别好的一个装配 为什么我这么说啊 就是在我行驶的过程中 我可以无死角的全方位的观察车的状况 车长老师我再多说一句哈 嗯 以往1.5升自弃的气候发动机 给你的印象是不是瓦力比较弱 就是瓦瓦瓦瓦瓦 扭力更弱咱们叫肉瓦的肉 尤其是在爬坡的时候 那展现的尤其是在后半程 那我的油门都快踩到发动机里面了 为了拉高它的扭矩哈 拉高转速 但是ZONE PRO DMI 虽然也是1.5升自弃发动机对不对 但是它有强大的电机支持 所以我真的在爬坡的时候 就好大的力量在突破 放花力 对非常轻松就上去了 我觉得这点也特别棒 就像我开始是在城市路段的时候 我就是当时说说这一瞬间这一脚踩下去 就说给就给的那种 山路也是这样 所以比亚迪的这个超级混动 它被清华大学的教科书 收录在了汽车动力管理系统 这个汽车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绝对棒棒 它这个超级混动绝对明晰清协 我们基本上过的这个混对单 我们就到了 好开心呀 车上老师我们也开工 回去一路的 是来带我踏青来的对吧 对呀 这大自然多美好 好多 但是这也没有电也没有插销 你带了这么多电器是干什么 登登登登看到没有 哎呦 这车有外接电源 对呀3.3千瓦的 够了够了够了 你看 烤锅 对煎个小牛排 还有冰箱 对小冰箱 咱们是不是得坐一下 对呀 大家看着这正儿八经的放电 这个车有放电 而且还可以带动所有的电器 对吧 咱们得烤一下 我刚看了一下 咱们这个外放电 还可以持续用四个半小时 好家伙 那能做好几顿饭了 是啊 所以咱们准备着 这真烫了 这趁着咱们这边准备着 食物的一个功夫 我想问一下高兴老师 就这一路上看山路也开了 高速路段也开了 开完之后什么感觉 首先我先说一下内饰 这个内饰的颜色真的是清新 因为同感同感对吧 尤其你们女孩应该很喜欢它这个颜色配饰 我特别喜欢它那个橙色 那么一个相当于一个小跳色的感觉 就本来是一个稳重的突然之间 让你觉得哎 跳皮了一下 没错 而且还有一些运动感对吧 对对对 而且它座椅其实也挺运动的 材质很好 而且坐得很舒服像沙发一样 而且它还有八项的电动调节 我总能找到最舒服的一个姿势 对 而且有通风 有加热 对 这个对乘客真的是特别的友好 音响你觉得怎么样 音响我也很喜欢 就它9个高保真的一个扬声器 车静静性又好 静静性 对真的是好 我就觉得真的车里面坐着就很舒服 很空间大 音响好 静静性 包括一个座椅很舒坦 对非常舒坦 就整体给我一个感觉 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这种天气 风和日丽的 有点小太阳 然后露个营摇摇天 没错 而且它的后背箱 我觉得这些东西已经不算什么 我觉得一家的出油 我就都能给堆里头去 开起来 这个车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 就是上高速以后 它这个提速真的是猛 你说它是1.5自起发动机 但是它有电机辅助 它提速的时候等于是电机 跟发动机一起用劲 对 然后它的前悬挂是麦夫逊的 后悬挂是多连杆的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调教 对 但是运动也没问题 你看我们在山路上指向精准 支撑到位 尤其是它有一个叫全息透明影像系统 它保护底盘 对它保护你的无死角的360度四周车 这个是很友好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温馨的一个装配 车长老师 这个车很豪华 很运动 很舒适 而且都说马跑得快又想吃得少 人家都说阿姨熊掌不可兼得 他兼得了 是的 劲儿又大又快 续航1000公里多一点 对吧 很安静 很安静 油耗低 它等于是很完美的一个车 所以我现在很多朋友就说 这真的有点像一个叫做性价比之王的感觉了 对这个真的是 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再见